最新一期的夜叉格斗又来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斯密达的战斗力怎么样 首先登场的李昌秀打了个灯笼 夜叉俱乐部的成员以前也打过几次了 今年23岁身高183体重84公斤 今天的比赛也在特殊 对手是一个老外 李昌秀今天的对手叫克里斯 来自瑞典 他是瑞典地下格斗KOGS的成员 克里斯今年27岁身高190体重87公斤 今天是欧亚之战两个黑拳组织的对炮 今天的比赛又是老白花钱买的 兄弟们给点免费的小红花 一键三连回归雪 感谢大家抱拳了 没点关注的先点关注 比赛马上开打 今天的比赛场地在一个小水池里 这个水很浅 感觉是一个龙庄里的小水塘 夜晚的光线很暗 打起来是别有一番滋味 好大家屏住呼吸 战斗马上打响 裸拳没有规则 打到对手招强 或者台上中水比赛 中间没有回合休息 左边克里斯右边李昌秀 两人看着都是比较紧盛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听到 有这个青蛙的叫声 应该是下潜打的 到现在才更新 李昌秀前手打空 李昌秀突然下潜抱单腿 想把克里斯摔倒 克里斯顺势做了个断头台 这时候李昌秀的头 被埋在水下 没法呼吸 李昌秀想起身 被拉住 成功挣脱 两人来到站立 李昌秀 一个狗百连击打中 克里斯骨头 应该是想做个顶膝 分开了一瞬间 克里斯一个轴机打中 两人后换前手 李昌秀前置后摆 他又换了正架 好 这里两人有一波互换 李昌秀前手夹动作 下潜抱摔 再次来到刚才这个靶位 克里斯劳王控制住李昌秀的头 但是这次李昌秀是抱双腿 对克里斯来说是非常的被动 他如果倒地的话 可能就会被这个水呛到 经过一些时间的角力 李昌秀这个时候把头给拔出来 克里斯在下位非常被动 李昌秀在上位砸击 克里斯如果说这个头埋到水里的话 就没法呼吸 非常的被动 李昌秀现在已经来到了上位的骑车 李昌秀把克里斯安在水里 克里斯在水里面现在是没法呼吸 好像是已经拍手了刚才 下位的克里斯非常被动 应该已经呛了很多水了 克里斯最终拍手认输 裁判终止比赛 这场比赛在水里打的话 对于克里斯来说是非常被动 他的地面不太好 克里斯在本国是没有败计的 在这里第一场就输了 非常的沮丧 好最后恭喜李昌秀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爱生活看格度 这里是小北哥的频道 我是你们的小北哥 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下期精彩 我们不见不散 好